這個增改件的狀況發生 下一頁 這是測量成果圖 在40年以前測量成果圖登記 是左右跟左邊這一屋是同一個所有 40年的時候才把它分割 我們對照右邊的現況圖來看 中間只有一個小五B聚做分割 也就是說佐證說他本來是一個同一棟建築物 然後40年的時候才做分割 那這主片的照片是他分割的小五B的現況 下一頁 那這是他那邊頂的木物架的現況 這是單獨11號的副本而已 那這次右邊是他那個小五B的上面的構造 那中間有一個那個二重量的木物架 下一頁 那這是他木物架的現況調查 非常多的木構造已經經過重鑄損害 紅色的部分就是表示已經被重鑄 觸控或是損害比較嚴重的地方 那右下方的話就是他各樓層的樓板的木構造 被破壞的狀況 下一頁 那這是那個結塊安全評估 現況的結塊安全評估結果 他只有到0.123左右 那這個回答那個現行的結塊安全標準 所以我們針對利用基有的專注 專注去做鋼板包吹補牆 那包吹補牆還不夠 如果我們再用鋼板包吹補牆去做補牆 下頁 那他的文化資料包吹製藝術系科學性 都有多重面向的那個文化資產架下頁 那修復原則我們遵照本質法24條的方式來去做 已經修復下頁 修復的方法我們針對各個構建的部位 然後我們列舉他的那個修復的損害狀況 然後還有他的修復方式 然後並用現在的照片 不是說第四舊照 去主證他的那個作文 他修復的依據 下頁 下頁 這是那個我們現況的相關主座 還有解構補牆 還有建立的方式的一些相關主座 謝謝 所以我們採訪保守 下頁 這次修復的預算 整共估計大概要2600多萬左右 這是未來再利用 原則上一二樓會進行那個店鋪的使用 三樓以上作為那個住宅使用 下頁 未來進駐產業的部分 我們盡量利用他原來曾經進駐的產業 包括女酒的販賣 或是說那個餐飲業的方式進駐 回族 回族 下頁 就是那個日本的他一些女酒販售的一些 相關的案例 他們真的比較漂亮 然後附設一些那個品酒 或是做咖啡廳的一些照片 下面是一些比較高級的水果的販售 店鋪的照片 下頁 這個我們張開說明會的一些時間 跟會議記錄下頁 請委員指導 請先 好 謝謝 那 委員有沒有要隨尋一個 可以是必須來討論的 好 來 對不起 委員有兩位 來 一個人我幫助一下 委員你先 你先讓我們再收隨尋一下 那個 主席各位 我想請教一下那個 這個合工聖建築室 因為從一化街到這邊 我們就很喜歡做那個鋼結構補牆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如果從你報告出後面 那個鋼結構補牆的部分 其實你的斷面都做了很大 那根據過去的經驗 那不管是在現場 或者是到這邊的經驗 你都會說那個結構技師 要求一定要做更大的補牆 某程度上他已經 破壞掉那個整個建築物的內部的空間 有完整性 那我們也都知道 這個其實是計算的問題 跟結構補牆技術的問題 難道我們不能夠找到一個結構技師 他們可以解決這個方法 然後讓我們看不到你的鋼結構補牆的部分 那個我們都知道那個計算 那個是看你怎麼算的問題 補牆的方式手法也是看你怎麼補牆的問題 我們上個禮拜前幾天 上禮拜跟初老師在一化街的時候 有討論到這個鋼結構補牆的事情 那我們都不贊成鋼結構補牆 就讓整個建築物的原貌都被破壞掉 這個部分建築師有沒有其他的想法 他就會說一下 好 要不要一起 我的問題比較簡單 我對這個生活戰略不知道你什麼害怕的 所以他這個錯誤 不應該有錯誤 你們在三支二十八頁 我們提到我們台北市的考古議員只有原賽的錯 這個我想到你們還是查了很多 因為我們在去網站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查 我們台北市的13年已經是我們4年已經是 反正這個是一個不太應該出現的錯誤 那其實你建築物業考古學的單位告訴你 而且是有哪一些好理事實在有很少 大概是有所謂的 對齁 謝謝 來 委員 那建築師要不要回應一下 好 謝謝 謝謝各位委員指導 那個站移植這部分我再直接把報紙進行修正 那請幫我上一頁 結構的股價那邊 一個股價 對這個 那不然請委員參考 因為我們本來的部份單獨算的時候 那個單獨移動算的時候 已經這個分數非常弱的 那我們因為審查時間到委員給我們建議說 兩東西一起來就檢討 檢討結果它那個結構計算的部分 它還是只有0.123 所以整個結構計算結果只有0.123 那我們補強的方式也是盡量利用既有專注 來去做盡量利用既有的結構來去做補強為優先 但是既有的補強 既有的結構去補強還是不夠 我們不得了才去做這個 其實也剛做的補強 那事實上剛做的問題是 就是做這一排跟這一排 這兩排而已 就是不得以為之 然後因為我們修好房子 縮權它還是要使用 它還是有 擔心地震的時候會造成重大危害 或是對生產政府有些威脅安全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也是要料理的樣子 講說謝謝 謝謝老師 好 謝謝 那委員覺得 好 委員 這個何建議師 我也在迪化街 當然不是你的那個結構計師 我碰過一些結構計師 結構概念根本有問題 它只會靠公司走 所以他們 它雖然取得結構計師的資格 但是它未必有好的結構概念 那我也透過 我自己有認識一些結構計師 他們其實對於相關的收穫的看法 其實很不一樣 他們覺得他們自己有辦法 找到一個好的收穫方式 可以既維持原貌 又達到那個結構上面的效益 所以這個部分 你們有沒有可能 未來 就是找到一個 可以把這些剛柱全部都弄掉的一個結構計師 來處理這個空間面貌 那我記得當初去會刊的時候 中間的這一道 因為是木澤壁 對不對 對 好 那所以這個中間做任何的結構 尤其是這一排 那根本就是破壞了空間的原貌 這個就是一直以來是我最大的 就是在審查相關的那個結屋的時候 最大的困擾 那這個部分 讓我們今天審議 是口票是針對整個報告 那這個部分有沒有可能在警監工師 找到一個可以把那個剛結構的補償的方式 作為一個改善的最好的方法 另外一個結構計師來處理 好 以上 不然我再講一點點 那個謝謝老師 只知道 那個這部分我會尊重老師的意見 然後我會找結構計師 然後允許不同的結構計師 我們繼續重新做一個評估 那可不可以 但是我沒辦法保證說 真的是可以全部拿掉 可能我在下階段的那個設計 規劃設計的部分的時候 我儘量提出新方案來的 這個因為它補償嘛 它有豪氣的階段 那要不要做剛結構 我們只要下一個階段規劃設計的時候 再來換換就好了 這邊只是一個原神 下一個階段可以做差距分析 好 其他委員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謝謝 謝謝建築士的請報 好 我們就開始來報告 那在圖告之前呢 跟各位來整理一下 報告一下方法 審議案3 大安區國立台灣大學系局序 及植物病理學系文化資產價值案 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 回憑人數1人 出席委員18人 預判數委員出席 出席委員17人同意 1人不同意 同意人數 答出席委員過範數 本案決議同意 指定大安區國立台灣大學系局序 及植物病理學系為本市 直下事務定補機 好 同意 接下來是審議案5跟6 那因為都是日軍正良特工隊 跟那好相關的議題 那是不是就不快聘審 好 委員總理吧 對 我可以 好 同意好 那審議案5 歷史建築日軍正良特工隊 跟那好修復及再利用計劃審查案 審議案6 歷史建築日軍正良特工隊 跟那好定做土地範圍 及變更名稱和更理由審查案 提起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4 第三是條土地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十三十九條 二也進行 本局16年3月17日 公報登陸日軍正良特工隊 得到好為本市歷史建築 二 白如財政部部 財政署委過兩人將建築事事務所 辦理修復及再利用計劃 本局11年7月2月招開審查會議 11年9月23日招開覆審會議 周正百後經委員書面試探通過 之後通過續總本審議會審查 三 本案於110年12月10日辦理修理會 此為公告 此為地景圖 此為照片 請參考 禮拜 本案你請本審議會審查 並審查決議辦理後續 按理由 歷史建築日軍正良特工隊 格拉豪定州土地在為之 變更名稱和登陸已有案提及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防守法 一時期法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登陸 被指審查及補助辦法 代理行刑一 日軍正良特工隊 格拉豪106年3月17日公告為歷史建築 歷史建築座落於北投區 關渡斷三小段如八五十一號 所有權位國有管理人為財政庫國有成參署 二 一本期一一年9月23日 召開收復主席利用審查會議 推議結論 請文資夫要求文資委員 相關單位辦理專案小組現刊 主要登陸範圍書證登陸 有期變更公告名稱 請在中主席1號面積所有前任 管理單位登陸有期修正建議等資料 以表達圖面對照方式呈現 三 等居於一年8月8號 邀請文資委員 一 二年9月15號邀請文資委員 召開第二次專案小組會刊 推議結論 一 名稱關注日軍鎮陽特工體收納所 登陸理由請參考 其他圖中資料請參考 復健文化資產價值公布報告 指揮範圍示意圖請參考 指揮現場照片請參考 一 提醒同意變更歷史建築 日軍鎮陽特工隊 格南豪定遊主席範圍名稱及登陸理由 一 名稱關注日軍鎮陽特工體收納所 二 準備其他軍事設施 規則過地址 北投區執行錄36011號 歷史建築 定著土地 放移至面積極1號 歷史建築坐落於土地為 台北市北投區關注段三角段582 584-2 5851 定靠本三名土地 代表為51.1乘以26.3公尺 五 登陸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第一 表現地域風貌和民間藝術特色者 西南特工隊是二戰末期日軍委 完修戰爭勢力局面 利用傳統武器道思想所提出的特殊作戰方式 其利用生命和最少的資源而獲取最大的破壞率 日據日本將特工隊各屬在二戰約要地 去短型軍事設施 具現這二戰軍事實質價值 二 關注正良品收納所是台北地區為一銀河建者 其積極自選擇 與一般領海的收納所不同 屬有強烈的地域式風貌 二 居建築石頭技術實質價值者 一 本收納所系人工開槽 有約於現金使用大型基居自動化開槽的隧道工程 尤其第三 固定固然保留一種自動態化開槽的隧道工程 能表現短期人工挖掘的隧道式軍事設施技術 具有技術實質價值 二 鎮壓不供給收納所系 整個因應特別供給所開槽的短型隧道式軍事設施 利用特定的自然環境與隨機方式開槽連動 自有先生軍事科技工控制應變至強師 三 文歷史建築金鑑俊的陸廷時審查 一 二到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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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一 二 三 三 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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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在我們討論之前我來公布一下 審議案4的結果也出來了 直下市井鼓基 荷陽路11號的地域功 修復及再民工計劃案 出席委員23年回避人數0人 出席委員 委員數19人遇伴訴訟執行 出席委員19人同意 0人同意 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 務本案決議同意修復及再運務計劃審查通過 這就是關於審議案勢 好 那接下來這個 我們請建築時間簡報5分鐘 在第4分鐘的時候想一次 第5分鐘的時候想一兩次就請簡報 事務所檢報 本案的所有權署跟環境人士財政部 所有財政所給分屬 他們在117年收尾托的一個勞務採購案 那這個是格納豪的一個現況 主要是認為第一窟 第二窟跟第三窟 第一窟跟第二窟目前豪動已經被封閉了 第三窟是屬於開放式的一個豪動 那整個聯合的空間的話 除了就像這個基地之外 也包含其附近的一個關注公民自然公園的一個河岸違建 那整個的一個地形地貌上的話 經過這樣一個調查的話 整個原本的軍事痕跡都已經不得見了 那這個是現況的一個公開 那整個本案的主要的一個歷史背景的話 就是跟日本特工思想有關 主要是1944年的一個大西隆智郎中將的決策 那本案最主要的一個格納 鎮陽特工隊最主要的武器就是鎮陽艇 鎮陽艇的話主要的形式有鎮陽一型跟鎮陽五型 本案所採用的是鎮陽五型兩人做的形式 那這個是他們有的一個戰術跟演練的一個方式 那整個的一個鎮陽特工隊的部署的話 在全日本有113隊 那進鎮台灣鎮陽隊的話實際上只有8隊 那在北台灣的話是有102隊跟105隊 那本案屬於105隊 那整個的話本案的一個當時的搭乘員的話 總共有186名 那整個鎮陽基地的一個基地的選擇 主要是洞窟市之外 最主要的話內部的設施的高度 是有2.5米 寬度是3米 符合我們目前的一個測量的一個結果 那整個的一個基地的一個選擇的話 最主要是本案是會於淡水河口 離間不易發現的一個位置 那這個是一個現況的一個空拍的一個照片 面臨8米的執行路 這個是縣匯資料 那目前兩個豪動是在指定5基之前 就已經被封起來了 這個是先會的資料 那第一豪動 第二豪動 在標材已經被我把它打開 它內陸的一個形狀之外 那目前是只有地上豪動是保留既有的 一個人空開著的可能跡 那整個風法的話 最主要都是地上豪動 主要是人為的一個著痕的現況 還保留著 那跟其他的一個哥納豪的一個比較的話 基本上也都要同行 都是屬於人為的一個打著的一個 跟果藥爆破的一個狀況 那本案最主要的一個修復原則的話 是還是採用財機堡的一個方式 與人有形貌來做修復的一個原則 基本上是不建議入內參觀的方式 那整個經營管理的部分的話 還是由國有財產署 北清分署來辦理 那整個在利用的必要的部分的話 然後目前階段還是採用解說牌 跟QR Code的方式來做一個解說 那整個文化資產價值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的話 在經過今年的8月8號跟9月15號的一個 專案小組的會刊之後 有修正名稱 同時也有就是整個修正整個登錄的一個理由 還有就是登錄的範圍的一個修正 那整個案子的話 基本上座談會也已經有召開結束 以上報告 經濟的我也知道 謝謝 好 簡報結束 各位 有沒有相關要水平 好 文化學沒有記錄說明 好 那我們就 審議案5跟6就投票 好不好 然後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審議案7開始呢 都是我們文化局市政府要回避的 所以一貫領的話 還是請我們的薛琴去委員 來代替這個辭職的工作 非常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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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做成一個整個地域 再來包括整個這次金華社宅的 暗視覺跟提議就在行為暗程中 還有禮拜提議基金的發展 還有最後是一個金貝基金 我們先講說整個座落區域跟發覺對景 我們有成的一個建議 好老師看一下說 我們這次金華社宅的基地 在哪個綠色的黃線 它包括整個紅色的部分 跟黃色的黃線 它就是當年台北監獄整個炮會 炮會的一個座落的範圍 那有點像紅色的部分 就是當時行務所觀測 觀測的部分 那黃色這一塊 這個比較像正方形的部分 是當時監獄內部 內部的一個行務 一個黃色的一個行務位置 那其實我們在103年的紅織會 第57期的紅織會議有決議 有決議就是說 因為這裡面還有 腋下層是可能有相關的一個移動 所以說整個 不管是紅色跟黃色的部分 未來所有的開發工程 所有的開發工程 都需要經過視覺調查 視覺調查的規定 那這個就是我們 目前是我們那個行務所觀測 融景時空的範圍 那這個綠色的部分就是我們 這次金華社能的規定 那所以說依照前次的 因為它在我們黃色的區域範圍內 所以就依照103年 103年的一個決議 就是我們都是有要求 要做視覺調查 這一個相關的計畫 好 那也就是說 我們103年4月10號的時候 當時民眾提到台北行務所 全區作為移植保存 那當時的我有認定 因為現有的證據不足 所以不去以止價值 但是因為它地底下 沒有以後的可能性 所以說其實當時 我在103年5月8號 當時就是讓我提到說 民資會的第五十七日決議 就是相關的 相關的所有的工程開發 都需要經過視覺跟調查 視覺跟調查 那也就是 這個就是在我們整個 目前的話 包括這個所有未來工程 進行的視覺調查 那也符合目前 文資法333537 5777條的一個相關的規定 那所以說其實 其餘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其實我們文化局 包括包括相關開發單位 對於這樣 其實一直都有相關的 一個準備跟處理 那也就是說 我們是要求 如果說就文資法的規範 它就是重大工程 它就是做起 但我們目前 文資會是要求所有的工程 都要依照這個方法 拿去做 對 那目前 目前依照這個部分 要去處理的工程 包括107年 那是中繼市場 它那是單後 搭設的攤孔 目前是沒有特別的 因為它一定沒有生挖的行為 那後來包括愛國東路210項 包括金華社宅 這一次我們要審議的部分的基地 包括經濟部 環環特殘基地的一個辦公廳 目前都要進行視覺工程 我們再回顧一下 我們這整個一個基地的方法 就是說 目前是 這個部分是 新華社宅基地 那這邊是 這一區 從愛國路以南 這邊都是 中華郵政 郵政的一個基地 上方這邊是 中華電信的基地 那目前的話 目前南門市場 南門市場這邊的 中藝市場在這邊 這部分其實目前正在做 南門市場 中藝市場的拆除 那後續如果博參數 這塊基地博參數 如果要開發也需要做視覺 那我提到就是說 經濟部 經濟部的部分 基地在這邊 目前也可以進行視覺的計畫 視覺的計畫 好 那這一次的案情說明 就是 新華社宅這次視覺跟體育計畫的使用 其實我們從109年 109年 其實這個新華社宅基地 就是第一次送了 送了一個調查 是視覺調查計畫 那是在109年的5月 以125次文資會 決議修正後通過 當時有一個重要的決議是說 除了考古 考古的學者 應該有近代建築學者的參與 那再來是說 我們的一個 最後是在今年 當年的年 109年年底 109年年底 就是等於是讓他們通過 並且其實 依照他的決議 是最後要去破損視覺調查 那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在委員說上都有一本原色的 就是整個精華社宅相關的 就是我們從這個時候開始 歷史的視覺計畫 視覺計畫 視覺成果報告 這個報告 都有在這個部分 那第一次視覺調查 其實它有14個坑 14個坑 那其實老師可以看一下說 坑位解除在我們第71頁 然後當時出土遺物的說明 出土遺物的說明 大概是在附路的第71頁 那當時出土遺物的部分 出土遺物的部分 大概有3805件 那大部分都是磁片 玻璃碎片磁外的部分 那這部分也後續 當時的決議就是說 目前大概是不去高度的文化價值 比較多是生活的遺物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在110年代 花一年的時間進行擴充視覺 擴充視覺的調查的一個審查 以及擴充視覺的部分 那這部分其實也是 也是通過就是說 包括它的一個未來的展示計畫 它擴充視覺大概有37個 37個坑位 那再來其實老師可以看到 擴充視覺報告它的一個減數 大概第12頁 大概我們的一個報告第12頁 然後題目的說明 我們珠普遺物的說明在180年 大概第一個 它的擴充視覺的一個計畫 是通過110年1月133次的文化會議 那最後 最後它的擴充的結果報告 結果報告是在110年8月139 139會文資會的部分去做處理 那當時 當時視覺報告的一個 擴大視覺報告的一個重要的結論是說 基地所在的建築結構保存並沒有太完整 那並不具備現地保存的條件 也就是說 當時 日 日 時期 刑務所的這組 都已經受到擾控 那所以說 我們在整個 擴動視覺調查報告 是在111年的10月21號 同意被查 並且公開發布 那下一個階段會進行到展示 就是說提取跟展示計畫的部分 那這就是從110年的年底 一直到111年的7月左右 就當時其實我們都111年年底的 以後的提取跟展示計畫的審查 好像有幾個重點 我覺得包括表存是否先行揭發 還有包括公共討股的參與的過大 還有說工程中發現以後處理的SOT 也就是後續還有 仍然是有施工監探計畫的一個處理 那到111年3月 第146次文資會 當時的決議是說 有端出土移構的整修方式 包括堅底排水溝的整修 薰增式跟警戶的移構重組 那我原本決議說 後續由專案小股貴因在討論 那再來是說我們的 原本堅底民溝的 當時的110年5月 當時的展示計畫 他們是預計去選擇70公尺 原本預判大概是有168公尺的移構路 他原則上市全全70公尺 作為一個回復工程的標的 那後續是做一個 我們類似就是意向的一個展示 那當時115年的一個施工 包括施工監探計畫 提醒文化的審查 這又是在111年的7月12號 7月12號進行通過 那當時提供的一個展示計畫 展示計畫 就是它是用一管二廊三門股 唯一的架構 那這個架構展示計畫也在我們 一透提取 跟展示計畫有審查通過 那兩次視覺計畫的結束 第一次的視覺包括有14處探坑 14處探坑 那當時其實有關肩頂很多的部分 大概是TP9跟TP14 它有排水多的結構我先講 那當時最後的結論 其實我可以看到說這個圖面 其實就是在做當時的一個 台北監獄的防射 屋射的一個 基本上就是一個投影 一個投影跟套碟 原則上這此次的漢坑 大概都是依照當時建物的部分去做視覺 那擴大視覺的部分有37處探坑 37處探坑 原則上依照這個明溝的這一條線 橘色這一條線是目前台北監獄的遺跡 那黃色的部分就是當時我們在看 就是我們的一個尖頂瓶溝的碳坑 有12處探坑 12處探坑 那這12處探坑是TP3大視保存素完成的 那TP129的部分結構我已經破損 那大部分出土的狀況是說 部分結構缺損跟消失 那所以說當時的一個報告的結論是說 那奈漢的上層結構出現缺損 應該是這個排水溝結構的主要保存狀態 那這是當時突發局提送的一管二郎三門部 這一個大視的一個分布圖 一管就是我們有一個射宅歷史主題管 所以以射宅的歷史為主題 剛剛考古元素 它包括放入室內裝修是紅色的部分 那二郎的話比如說有 包括北側的放角基礎 跟藍色的間底銀溝 會有兩個郎帶是藍色的部分 那三個門戶它有包括薰增式的展示 還有建築財跟發展的專輿瓦 跟民生生活包括玻璃瓷片的部分 有三個展示的一個區域 那現況是這樣 現況其實之前在 我們其實在持續施工艦看 提取跟施工艦的過程中 112年今年的7月14跟7月17號 那我們在做一個V型溝的提取作業的時候 發掘出歷史條件 史前的條件 那有回報五化局 那五化局就在112年7月25號辦 第一次現場會看 那第一次現場會看其實委員認為 認為說肩底銀溝的一個發現 提取工程的揭露階段 目前它有揭露到130幾公尺 其實發現這個揭露的現況叫原本 原本破大視覺的一個結果報告書中所提的更為完整 認為有文化資產的價值 所以說已經建議啟動文化資產的審查程序 第二部分 所以說肩底銀溝在8月1號開始 它列入戰兵進入一個審查 那另外兩個史前陶件的部分 這邊有我們的檢報他們都有 史前陶件的一個照片 請視覺浪費提出擴大視覺計畫或其他的方式 後續也是重的話去進行審查 那請全區的工程 就是當次也是有一個結論說 請監禁暫停 那這是我們7月25號的一個現場的一個照片 那後續處理我們在第一次 8月4號辦理第一次肩底銀溝的一個中央小組會犯 那總共有六位委員出席 那當時就談的結論是 一位委員建議指定為古蹟或納入古蹟附屬設施 那因為有一位委員建議納入古蹟的附屬設施 或登入歷史建築 那四位委員建議登入歷史建築 那是委員的意見 那是第一次的一個現場照片 那當時其實已經有下雨 所以說有一些整個一個 掌掘現場是有一些積水的狀態 那後來在8月23號有做第二次的中央小組會餐 有五位委員出席 那五位委員都建議登入文歷史建築 那是委員的意見 那當時其實可以看到說第二次會餐的狀況 其實因為目前剛出土的這些銀溝 其實是結構是有點脆弱的 所以在委員的建議下就是周邊有開始堆放沙袋 做一個結構的一個入場 那在第三次是9月15號 9月15號 9月15號有第三次的中央小組會餐 那也共有四位委員出席 一位委員建議納入谷基副部設施 一位委員建議定為谷基或納入谷基的副部設施 兩位委員建議登入為歷史建築 那是委員的意見 那這是第三次我們現場的一個狀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它的那個沙袋 沙包可能還是維持 那再來是因為也擔心說我們周邊就是城牆 城牆的那個圍牆的部分 它的那個地基拋空 所以都有在用在委員建議下 用塑膠擋布進行設計 那再來是9月18號